谢之遥红豆婚后太腻挽 小院众人被虐惭 甜到头皮发麻 许红豆去云南旅游认识到了谢之遥 后来在俩人每天的相处下 渐渐地对这个温柔腼腆的男孩动了心 在假期的三个月里两个人一直爱美 其实谢之遥喜欢许红豆是整个村都知道的事情 甚至有时候还会开启两个人的玩笑 许红豆其实这个人的戒备心还是挺重的 毕竟他已经在外边工作十几年见过不同的人 之前还有一次误会谢之遥要给他表白 许红豆这个人长得漂亮一直被人家喜欢 但是这样又给他造成很大的困扰 因此他也练就了非常擅长拒绝别人 不过最后才发现是误会一场 俩人也不觉得尴尬 毕竟都是成年人了误会说开就好 许红豆本身打算租七到时间以后 就先回家待一段时间最后再去北京工作 但是因为跟谢之遥的感情让他没办法放下 就这样自从他回到家以后就心不在焉的 许父许母听完许红你的话就知道 自己家孩子这是对谢总东西了 但是许红豆自己又没有说他们也不问 就想着他自己什么时候想好了再说 反正许父许母永远都会站在他的身后 许红豆在家跟谢之遥打了电话以后 慢慢的终于想明白打算去他那边发展 算是看好的项目也是因为谢之遥在那 就咋样他立刻就收拾行李回去了云南 他到这边以后就跟林娜一起开民宿 两个人相处那么久都知道对方的性格 等这边的生意完全好起来以后 谢之遥就跟许红豆结婚了 两个人住的地方离小院还是非常近的 因此他们有时候就会到这里秀温暖 这可把小院众人给羡慕发了 主要是他们这么久都没有吵家令人羡慕